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在投资的面向 大家都会更去把ESG这个概念去融入商品以及相关的产品之中 因此接下来会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就是台湾有关融入ESG的概念的商品的一些发展的现况 然后还有就是说在政策的面向 就是我们的政府目前希望做到的就是去强化像这样子的一个非财务资讯的揭露 那以及就是目前在那个筹资的面向 以及在我们一般投资人在投资市场上面有怎么样的一个规范 跟就是最后可能未来我们可能需要再去加强的一些面向跟展望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关就是ESG概念商品 那事实上这个部分是金管会在今年的统计 那截至今年的6月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基金或者是永续发展的债券 这里面是包括了绿色 还有可社会责任跟永续发展的这个债券的规模都相比 就是相当的庞大 那在就是金融业的融资 还有保险业的投资里面 他们也就是这些金融机构也更加的去注重有关绿能 甚至是永续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融资的机会 事实上就是在去年的在亚洲部分呢 这些夜市概念商品的发展算是 台湾算是在亚洲是年增率是第一的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台湾这一两年 在夜市商品这个部分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那可是呢 就是我们的金管会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疑虑 第一个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绿色 或者是什么是永续的定义 这其实都是比较一个模糊的概念 那再来就是说 像夜市这样子的一个非财务的资讯 虽然说对于某一些产业 刚刚的说明是有一些强制揭露的义务 但是每一间公司去 怎么去揭露这些资讯 它的内容 它的品质 它的含量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的差 那透过这样子 可能就是在资讯的揭露 不是一个很充分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发生就是所谓的 最近很热门的 就是嫖绿的疑虑 也就是说 事实上它虽然标榜是以环境友善的这个名义去做 采取这个行动 但实际上它做的行为 还有它内涵 其实是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 那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的政府机关也注意到这个部分 所以在CSR的责任的要求部分 就是有公司治理三点里面 就是永续发展蓝图里面 在明年CSR报告书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感动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有第二分场的主角可能会再介绍到 那第二个部分 就是这个分场主题会提到 就是所谓的绿色金融方案 就是主要有三个面向 第一个是尽管会希望可以去界定 ESG涵盖的内容以及分类 就是到底我们刚刚所谓的绿色 或者是永续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个是希望能够透过建立一个平台 能够让社会上所有人都可以去 不管是社会的一般人 或者是企业都可以很明显的去找到一些ESG上关的资讯 第三个就是针对这些企业所揭露的ESG资讯 到底就是它揭露的品质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品质 所以会去强化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那首先呢 在刚刚就是吴律师也有提到 就是在金融机构他办理融资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台湾的银行有陆陆续续采行 一些国际上比较是非自愿 就是自愿参加的一些规范 第一个就是赤道原则 那基本上它就是提供银行去决定 以及衡量 就是那个他们就是所提供的专案融资呢 对就是环境或者是社会它所产生的风险 它能够有一个架构去决定 那像我们实际在承办就是案件的过程中 也是可以看到银行除了一般的法务的就是尽职调查以外呢 现在也就是有非常多 就是因为就是银行自愿去加入这个赤道原则的规范 所以他们会对就是在企业融资的时候 它会再去要求就是有第三方的独立机构呢 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社会的检合 以及它的尽职遵循的一个报告 那针对没有加入赤道原则的一些银行呢 其实我们的银行工会呢 它也有就是透过会员的受信准则的第20条第5项呢 去要求说 就是所有的银行它在办理受信 企业受信的审核的时候 一样要去审择这个借款的人是不是 借款的企业是不是有善进环境保护啊 企业经营 诚信经营以及社会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则是近年 就是刚刚我就是有提到就是SDGs的部分呢 那联合国自己也有揭露了 也有颁布了一个责任银行准则 也就是透过揭示这以下六大原则 就是一致性 还有就是影响以及目标设定 那第三个部分是顾客 以及就是委托人 还有利害关系人 还有就是治理 企业的治理文化 最后是资讯揭露的部分 这些部分其实都是要求银行的 在它的实践它的服务之中 以及提供相关的金融商品的服务的时候 应该要更加的去注意到社会 对这个社会啊 或者是对它的客户 对整个世界有没有就是比较正面的影响 或者是朝着永续的目标去发展 那就是这个责任银行原则 一样也是在今年呢 今年4月的时候 银行工会也一样揭露了责任银行原则指引 这样子的一个方针去要求 我国的各类的金融机关 就是银行应该要就是一并的把这个原则纳入平常的业务考量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一般投资人 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希望企业能够更加善进它的CSR的话 我们可能会更想要去就是重视这些非财务的资讯 然后呢也给这些企业有一些鼓励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选择 想要去购入一些CSR的金融商品 那就是这个是今年9月份的新闻 因为这些基金呢 虽然市面上标榜这些基金的ESG金的基金 应该大家可以在路上看到非常多 最近就新目前基金都标榜ESG 但是事实上它里面揭露的资讯到底是不是是很充分的 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那里面的资讯的一些品质呢 所以因此呢 就是金管会呢 也有一些新的政策 这个部分呢 我可以先看一下在国际上就是所谓的欧盟呢 就是也有就是SFDR的这个新的规范在今年3月份 以及香港就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裁委员会呢 它也有提供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其实对我们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金管会今年订定的新的一个原则呢 基本上就是参考香港的法治 那在美国跟日本的部分呢 目前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监理 或者是指引的一些规范 但是未来会有就是订定相关指引的计划 所以可以看到说到底对于这些在市场上募集 投资人资金的这些投信机构所募集的这些资金的 基金的商品呢 它的业需基金资讯的揭露 到底是不是充分的 算是目前监理机关 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主题 那台湾的部分呢 就是如同现在画面上面所显示的 就是金管会在今年7月份呢 它发布了一则叫做环境社会与治理相关主题的 证券投资信托基金的资讯揭露事项审查监理原则 那在这个监理原则里面呢 它主要是 金管会主要要求必须要揭露 以下八大的主题 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告诉大家 你的ESG的投资的目标 以及你是采用怎样的一个国际的标准去判断呢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在选择标的的时候 你的投资机会你怎么去选择这些所谓的 跟ESG有关的标的 以及就是说 那你这个基金在投资 在募集的这些资金之后呢 你投资的标的的比例的配置是多少 那基本上金管会认为呢 如果基金它是一个标榜ESG基金的话 那它的投资标的里面与ESG投资相关标的 至少要占七成以上的比例 那还有就是说 我这个基金它参考的 怎么样的一个绩效指标呢 也是希望就是基金这边可以就是明确的揭露 最后右边的部分有排除政策值的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是标榜是ESG基金的话 那我是不是有一些产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是去排除的 这个排除政策也希望就是基金能够在说明书里面 公开说明书里面充分的说明 而且呢也必须要提供投资 一般投资人就是有关说 我这个基金跟ESG资讯相关的一些风险金预 这部分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就是路上应该最近有非常多就是ESG基金的广告 其实上面的风险金预 现在都写的比较清楚了 再来最后两个是 呃会要求这个发行基金的机构呢 他必须要定期的去查 和并且去揭露检视这个基金 所揭露的ESG基资讯是不是正确的 必须要就是去维护这个资讯的正确性 所以呢就是在今年8月下旬呢 其实金管会有在台湾的那个基金资讯站 就是有建立了一个ESG基金的专区 那目前如果大家就是去检视一下 这个基金这个网站的内容的话 其实目前只能查到一间投信机构 在今年9月份发行的一款基金 就是目前通过就是金管会 刚刚那个原则就是ESG审查监理原则的 只有目前只有一款基金 那现在现行在市面上就是 呃已经发行的26款基金 也必须要在6个月内去 呃进行就是相关资讯的补证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 呃我想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政府 不管是我们的政府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一般投资人呢 都非常重视这个ESG基金的同时 那或许我们可能还会留下一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有关投资人的保护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刚刚无论是银行啦 或者是呃金管会的一些质疑 其实它都比较是一个呃行政位 就是可能是行政规范的行政命令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针对这些非财务资讯的揭露呢 在法律未接到底未来要怎么去规范 以及就是说如果我有揭露不实的情况下 我要怎么去呃保护这些物性资讯的投资人 这其实都是未来在法律上的一个课题 那再来就是呃有关第三方验证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CHR的呃报告书呢 就是主板机关有要求某一些事呃需要去取得第三方验证的 但是在这些ESG产品里面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制的规范 或许就是未来可以参考香港的机制 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基金呃如果不是就是呃发行机构 自己必须要去呃检视就是填一个检核表去检视以外呢 他们其实也鼓励发行机构应该要先去取得就是第三方验证 合格之后再上市 那针对这两个问题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呃 社会大众对于ESG这个到底是怎么去认识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透过就是一般大众的一些就是培养一些就是 有关ESG资讯的知识呢 我们才能够就是更好的去推行这样子的一个呃就是所谓实践ESG的方式 那其实刚刚吴玉师最后也有提到说呃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呢 都是在决定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那我想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呃就是业绩资讯大家去重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 还有规范呢我们也一样就是可以具体的去实践更好的实践 而不是就是只是一个在嘴巴上空谈的一个朋友 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